这猪大骨呀,不要老炒吃和炖着吃了 今天我分享大家一个新的吃法 焦香里嫩,特别的脱骨 老人和孩子都能吃 首先把洗净的猪棒子骨放入冷水锅中 加入一勺料酒 水开撇去浮沫,煮上两分钟 捞出控干水分 锅中底油放入猪大骨煸炒 这样能有效的去除猪大骨的腥味 加入一勺料酒 然后加入开水,没过猪大骨 放入葱姜,半勺蚝油 一勺的生抽酱油 再加入盐,鸡精,白糖 然后搅拌均匀 开锅以后中火炖上半小时 家人们,视频放一半 老弟又出来露脸了 老弟每天分享一道在家简单易做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们给我点一个小爱心 加一个免费的关注 老弟谢谢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多挣钱少生气 心想失称,万事如意 时间到 把炖好的猪大骨捞出 控干净汤汁 然后撒少许的玉米淀粉 翻拌均匀 让每个大骨头上都沾一层玉米淀粉 油温其成热 下入拍好粉的猪大骨 扎至猪大骨 表面金黄 外焦里嫩出锅 扎猪大骨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不要扎时间长了 扎时间长了 就扎干了 捞出装盘 撒入灵魂的烧烤料 再撒一些白芝麻 喜欢吃辣的撒点辣椒面 最后再撒点小葱花 以后猪大骨 想换个吃法的话 你像我这么做 外焦里嫩还脱骨 满口流香 这最后还是那句话 您关注我做菜的时候 才能找到 下看更多精彩内容